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萌萌 萌萌 你的扇子好漂亮呀 是吗 月儿 你也可以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扇子哦 怎么制作呢 那就是水泰化 水泰化 听起来好酷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吗 嗯 赶紧开始吧 好 好了 现在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月儿 这个是水泰化原液 哦 所以就是要把颜料加在这个里面对吗 是的 是的 然后这个是扇子 这个是搅拌吧 那现在我们先把颜料加到水泰化原液里吧 OK 没问题 拿一个最深的染料 橙色的 橙色的 点一下 黑 哇 你们看 好美哦 你看它突然散开了 化身很多小星星 再点一个 哇 哇 这个颜色很美耶 哇塞 这个是柠檬黄 哇 哇 我先次处点一点 好了 现在是萌萌大画家开始 萌萌 烂点一头 我想说有点像细胞 然后萌萌就开始说像蛋黄 哇 好看呢 那我现在来开始搅拌喽 好 萌萌开始作画了 我想画爱心的 现在呢 哇 好 然后呢 就是把我们的扇子 放上去 哇 哇 超好看 哇 真美啊 给大家看一下萌萌 好美啊 哇 拿出来之后 我们要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就让月儿先做吧 没问题 哇 我要开始了 好 滴一滴粉色的颜料 哇 哇 它要化开了 哇 哇 生鲜菜颜色很淡对不对 没关系 在上面滴 蓝色 不知道粉色跟蓝色搭出来会是什么效果 然后等它们扩散了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作画了 哇 好像在变魔法 是吧 嗯 因为我想让它们 变成一个小圈圈一样的眼睛 周围的蓝色跟粉色会更重一点 我觉得有一个渐变 这样应该会比较梦幻 我们来 试一下 会不会成功吧 好 然后把它捞出来 哇 哇 完成 我人生第一部水踏画 来吧 那我们赶紧把它晾干吧 好 嗯 这个水踏画不仅可以做扇子 也可以做丝巾哦 来吧 哇塞 好期待 我太期待丝巾 我觉得丝巾可能会更好看 你来试试吧 好 那我现在来开始做法了 好 好好看 现在我们把丝巾给盖上去吧 好 上去咯 哇 刚刚 哇 好美哦 宝宝宝宝宝宝 这个很适合拿去拍照 那接下来轮到月儿了 好的 好 好 现在轮到我来做了 哦 加油加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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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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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我要开始了哦 好 请出我们的丝巾大人 三二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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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都做好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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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来看扇子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看 我今天扇子是粉色搭蓝色 我觉得跟我衣服真的很配 很少女 我的是黄色配橙色 就是跟我的衣服也是好配 哇 这个就是超好看 朋友们 要不这样吧 因为我觉得扇子真的很满意 这样送粉丝 可以 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就会抽人来送 哇哒 赶下丝巾 好 丝巾的话 大家看 主要是橙色 橙黄色 跟我的扇子一组 跟萌萌的扇子就是感觉是一组的 独妙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的是多颜色的色块这种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线条画得太细了 应该再大一点 而且跟我这个扇子真的很搭 也是一组的 好了 今天呢 月儿跟萌萌就一起DIY的这个 超级漂亮的水踏画 小关姐们 想要我们的扇子的 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拜拜 哈哈哈 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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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玩具合理 好多惊喜 翻你翻你小熊陪你